明暗交接线画不好 怎么办 有不少网友问我 怎么画好水果 希望我出一些画水果的视频 今天我们就画个苹果 再仔细讲讲明暗交接线怎么画 视频有点长 建议大家耐心看完 苹果是造型比较简单的水果 表面光滑 类似球体 非常适合初学者进行习作练习 赶紧点赞收藏画起来 画之前不要急于落笔 先仔细观察物体特征 一定要养成这个好习惯 苹果的造型和球体类似 明暗交接线定好 投影轮廓画出来 顶部有一个像倒锥体一样的凹陷 还有苹果的梗 这是苹果比较独特的结构特征 画第一遍明暗阴影关系 初步分出物体的亮部与暗部的关系 一开始我们排线可以粗矿一些 物体的暗部和投影一起画 一定要牢记一点 先整体后局面 最初打形的时候 只要物体的基本比例 大致轮廓确定好 就可以进入到明暗铺设阶段 外形轮廓是在明暗刻画中不断完善 一开始就把形画的太准太细 容易妨碍后面的明暗的深入刻画 一组一组排线 小角度交叉 叠加排线 一遍一遍画 逐步加深 关于素描排线的一些技法 我出过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注意哪一遍加深 都从明暗交接线开始画 一遍加深入 始终保持明暗交接线最深 向暗部逐渐剪淡 向亮灰部逐渐剪淡 明暗交接线是在亮部与暗部的中间部分 是接受不到光照最黑暗的部分 明暗交接线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根线 这个区域既不受光也不反光 画好明暗交接线在暗部亮部的过渡层次 才能使明暗交接线不生硬 从而加强物体的空间立体感 可以用纸巾稍微擦一下 有一些网友问我 用纸巾擦过后画面就变糊了 是不是擦完还要继续画 当然要继续排线画 擦过后让铅笔芯的石墨可以更深入紫面 使得画面统一色调 某些虚弱的效果是可以保留的 这是为了买的 而按铅笔芯的石墨 所以我们做和铅笔芯的石墨 或者用红色的题先不要用红色 那么麓就不要用红色 每次从明暗交接线开始加深 可以顺着明暗交接线的走势排线 稍微倾斜一些角度排线 层层叠加 向暗部区域周而复时的加深明暗层次关系 这里凹陷区域也有一个小的明暗交接线 向暗部过度画出灰部层次 始终保持明暗交接线中间部分最深 向上 向下 向后逐渐减淡 细化苹果梗的造型 头上比较粗 凹陷根部位置比较细 大家可以看成一个圆柱体去处理 它也是有亮部 灰部 明暗交接线 暗部和反光 还有投影 向暗部过度逐渐画出物体挥部的层次 也就是中间层次关系 苹果被塑造的越来越丰富 中间层次关系 注意调整黑白灰的大关系 我们在深入刻画的时候 容易钻入到一些局部细节中去 所以时刻要调整好画面的整体明暗关系 我们在深入图的这种画面的整体明暗关系 现在我们有关系的处理 在深入户中的处理 我们在深入等会议中 在深入阅中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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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可以用可酬橡皮擦一下 擦出苹果边缘的虚实关系 以及苹果皮上一丝丝的纹理效果 用细腻的笔触画灰部 或画面重要的位置 进行深入调整 尤其灰面变化很丰富 也可以适当画些漂亮的笔触 接近完成的素描 用些要求完美漂亮 最后完成作品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请给我一颗小星星 关注我画画路上不迷茫